这是个比狂飙高起墙还猛的男人 可就因靠边停车时 不小心撞倒了路边的停车指示牌 还没等他反应过来怎么回事 当地的小混混就过来找茬 混混看着汤米是外地的车牌 觉得他好欺负 于是便想弄点停车费耍耍 汤米直接亮出了家伙 随后便给他上了一课 这里就是著名的芝加哥 罪恶者的天堂 而汤米也没想到 自己只是来这里看望小外婆 就碰见了前来找适的茶子 到了晚上 汤米刚打算去喝一杯放松一下 看来汤米今天是跟停车杠上了 男人拍了拍车顶开始摇人 随后便走下了车 打算给汤米一点颜色看看 就在大战一触即发之际 幸亏保镖大爷及时下车阻止 在保镖大爷的一番劝说下 汤米也是让了个车位 给人家行了个方便 可不料 这个找事的年轻人还是有点背景 从保镖大爷的口纵汤米得知 这伙人是当地弗林家族的成员 而刚刚跟他发生矛盾的 正是弗林家族的继承人维克托 然而这时 收完保护费的维克托也从酒吧走了出来 在保镖大爷的安抚下 两人互相给了个台阶 但也闹得不是很愉快 紧接着汤米便走进了酒吧 盯上了维克托的那名手下 看着男人起身离去 汤米淡定地喝了一杯酒 然后跟着对方来到了胡同 汤米不仅是给了男人一点教训 还当场废了他一条胳膊 汤米随后掏出了他的手机 恰巧维克托此事发来消息 信息显示今晚的交易时间提前了 让他做好准备别耽误了时间 就在这时 酒吧的老板走了出来 没想到汤米暴揍男人的行为 引起了女人的兴趣 丽娅说自己家里的水龙头坏了 想让汤米帮忙看看 接下来的画面不太好看 我就先帮兄弟们欣赏了 就在汤米修水管的同时 另一边的维克托也已经到了交易地 却没有见到手下的声音 可下一秒 随后汤米搜走了维克托的枪和手机 把他带下了车 并且让他带着自己来到了交易地点 在得知下面只有两个人后 汤米也是放下心来 可随着两人走进屋内 现场除了已经嗨蒙了的两个瘾君子 还有一个黑人 这一切本来是没有什么问题 可是维克托所在的弗林家族和黑人帮 那可是有着不共戴天的仇恨 就在两人争执不下时 汤米劝两人冷静冷静坐下好好谈谈 可两个小伙却是紧张到不行 一直张口问钱在哪里 看到这一幕的汤米也知道 眼前的两个小伙是第一次交易 被看出老底的两人瞬间慌了神 就在两人都互相埋怨时 手里的家伙一步留神走火 两个菜鸟明显已经失去了理智 随着两人清空了枪里的子弹 汤米也是抓住了机会 直接击倒了带头的混混 并且还给剩下的小哥上了一课 借了借王尹 解决了眼前的两个小混混 汤米便要处理剩下的烂探子 这两人一个是当地弗林家族的长子 一个还是黑人帮的老大 汤米直接说道 今晚是自己救了他们一命 作为报酬 汤米拿走了交易的现金和面粉 果不其然 就在汤米要离开芝加哥的时候 几辆当地牌照的凯迪拉克 就拦住了汤米的去路 还没等汤米操作起来 他就被逼停了 看着拦住自己的保镖带你 汤米也知道今天的事恐怕是不能善良 随后汤米便被带去了弗林家族的别墅 在这里他见到了这个白人帮的老大沃尔特 老头也并没有为难汤米 这次请他来只是为了感谢 他就下了自己唯一的儿子 汤米也很懂事地 把属于弗林家族的钱和货放在了地上 可没想到 这老头请汤米过来 可不只是表达自己的怯恋 他还警告汤米停止在芝加哥的任何活动 回到车上的汤米是越想越起 什么叫你的城市 什么叫让我离开 随即汤米打给了自己的生意合作伙伴 这是个比狂飙刀起墙还狠的男人 可只因走路的时候太过嚣张 下一秒 汤米一记西状顶飞女人 起身随手便是一个大笔动 突然他发现眼前的女人有些眼熟 好家伙这穿上衣服差点没认出来 原来两人在纽约时就已经认识了 女人脸上的疤痕便是汤米的杰作 两人这次见面都以为对方是来杀自己的 汤米说着就要干掉女人 就在这时一辆警车缓缓停下 在巡警的注视下 上一秒还在肉搏的两人变得极为融洽 看着警车慢慢离去 女人也趁机离开了这里 汤米随后来到了黑人帮的地盘 找到了昨晚就吓的黑人帮老大 定送上属于他们的货物和钱稿式诚意 汤米表示自己不想树敌 更不想招惹什么麻烦 他就是想尽量多赚点马内 黑人帮老大的哥哥 戴蒙德表示自己很佩服汤米 便想着出门送一送他 两人聊得很不错 可这话刚说了一半 随后两人便被戴上了头套塞进车里 可真不知道这群绑匪是怎么想的 他们不仅是绑错了人 还摘下了他的头套 戴蒙德当即表示这是跟汤米没关系 原来这伙人是芝加哥西南去罗哈邦的成员 因为15年前戴蒙德打残了他们的老大 所以他们趁着戴蒙德刚出狱的工夫抓来了他 而倒霉的汤米就这样跟着一起被绑来了 可他们的目的不仅仅只是复仇 他们要求戴蒙德和汤米帮他们命一屁股 因为就在上周末 芝加哥地区发生了37起枪击案 现在整条街都是警察 甚至就连天上都有巡逻的直升机 罗哈邦的人不愿意冒这个险 但是这钱还不能不挣 为了让汤米和戴蒙德尽快把货送到 他们还把戴蒙德的弟弟抓了威胁两天 没办法汤米和戴蒙德只能加快送货的步伐 由于肤色的原因 汤米负责送货拿钱 戴蒙德则在车里等候 可等送到最后一家的时候 不出意外的话就要出意外了 一名巡逻的白人警察盯上了车里的戴蒙德 由于戴蒙德开的是汤米的车子 车牌还是纽约的牌照 并且开车的还是个黑人 警察当即让戴蒙德下车接受检查 可戴蒙德却丝毫不敢动他 生怕因为自己乱动一下就会遭到射杀 就在这场冲突即将爆发的时候 汤米也送完最后一单回来了 看到是白人车主 巡警的心也是放松下来 戴蒙德和汤米成功度过了危机 随后两人来到了罗哈邦的地盘 准备接走戴蒙德的弟弟 可刚一进门 戴蒙德看到这一幕也不敢有什么脾气 乖乖地把钱交了出去 就回了自己的弟弟 而戴蒙德也没有亏待了跟自己送了一天货的汤米 他拿了两万五千美元作为今天汤米的酬王 不过戴蒙德却有个疑问 作为刚来到芝加哥的汤米却显得对这里无比熟悉 甚至还掌握了这里的每一条送货线路 戴蒙德也没多想什么两人就此跌过 汤米则拿着到手的两万块租了一间仓库 作为自己在芝加哥的根据地 经过今天发生的事情汤米变得更加坚定 要在这里建立起属于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眼下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要去做 汤米找到了今天威胁自己的罗哈邦成员 正所谓君子报仇十年不完小人报仇 从早到晚 汤米把两人关进了后备箱 等对方放完狠话 汤米将酒拨到地上 拿出打火机默默点燃了一支烟 这个女人刚刚下班回家 准备换身衣服 可才刚脱到一半 两个陌生男人竟出现在他的家中 将他击挡在地 然而这故事还得从几天前说起 汤米在解决掉罗哈邦的两个卡拉密后 直接找到了女人所在的住址 想要在芝加哥发展的汤米 自然是不会把这个威胁留在身边 汤米一脚踹开房门闯了进去 女人飞身将他扑倒在地 两人直接扭打在了一起 经过一番大战 女人也说出了实情 原来女人名叫丽亚娜 在纽约的时候曾经是汤米的送货小妹 两人因为一点事情分道量镖 听小道消息说 一个开着蓝色野马的白人在芝加哥活动 丽亚娜以为汤米是来解决自己的 不得已才主动出击 汤米直接抬脚踩过去 无料人没踩到 直接踩出了丽亚娜藏着的面粉 事情的发展突然开始变得有趣起来 汤米看着手中的面粉惊喜万分 数了一下一共十包价值38万美金 在丽亚娜的口中 汤米得知 这批面粉是他抢来的 而且非常安全 因为运送这批面粉的人都被他灭了口 汤米知道情况也动了心思 于是直接说道 两人也开始了合作 一人负责分装 一人负责贩卖 五五分账也算合理 汤米也在芝加哥卖出了自己的第一 但芝加哥和汤米所在的纽约情况 还有所不同 这里帮派林立并且都有着自己的地盘 芝林家族控制着芝加哥北部地区 黑人帮则坐镇南区称王称霸 想要从这两大帮派口中夺食 简直是比登天还难 丽亚娜告诉汤米 芝加哥和黑人帮有调不成文的规定 那就是双方势力不能越界干涉对方的生意 汤米对这些却不以为然 他来这里就是打破规则的 汤米首先找到芝加哥的沃尔特 向他说明了自己的来意 但沃尔特却对汤米提出的建议嗤之以逸 自己想扩大业务完全可以找黑人帮 而不是和你这个外地来的合作 经过汤米一番鬼迷日演的说辞 沃尔特也是同意下来 随后汤米便找上了戴蒙德 表示有一笔生意要谈 戴蒙德表示自己从来不与白人做生意 这是两个族群之间的死亡法则 但汤米并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人 戴蒙德在汤米的劝解下也动了心思 于是在汤米的安排下 戴蒙德与沃尔特有了第一次会面 作为合作条件 弗林家族可以往南区销售冰糖 黑人帮则是可以在北区贩卖面粉 双方各拿对方10%的利润 作为中介的汤米则收取双方各5%作为回扣 但沃尔特认为汤米是在趁火打劫 并且两大帮派本来就存在着一些恩怨 沃尔特也并没有打算和黑人帮合作 第一次合作就这么谈崩了 可就在汤米离开餐厅后 一辆奔驰巨六三拦住了汤米的劳野马 来人正是沃尔特的长女利贝卡 原来最近弗林家族的生意出现了点小问题 利贝卡也一直不满父亲的做法 所以利贝卡打算另起炉灶 并且她的手里还有一批顶级货 可刚回到哥的家里 汤米就收到了一条短信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男人见汤米还没过来送货 他觉察到了一丝不安 随后男人抢过利亚娜的手机 终于在短信上发现了不对 但显然已经有些晚了 汤米及时赶到 利亚娜也抓住了机会 从后面干掉了副驾的男人 事情结束后 汤米翻看了这两个人的信息 政府看不知道 你看汤米差点当场影和西北 利亚娜解释当时抢货的时候 还没等说话就把他们干掉 这下麻烦了 塞尔维亚人是出了名的凶残 并且汤米之前在纽约 还和他们有点过节 这要是知道汤米在芝加哥 塞尔维亚人绝对会不来追杀他们 随后利亚娜告诉汤米 塞邦在芝加哥还有一个女负责人 汤米一听顿时心里有了主意 随后两人合力将车推进了合力 来了一场不算专业的毁势劣迹 第二天 汤米便将利亚娜送到了黑人帮的地盘 让他在这里暂时躲藏起来 而汤米则跟戴蒙德商量起了对策 汤米计划联合黑人帮和弗林家族 一举吞并吊塞帮在芝加哥的地盘 可戴蒙德深知塞尔维亚人的可怕之处 尽管他现在和汤米是一条绳上的蚂蚱 但为了黑人帮的安全考虑 戴蒙德还是拒绝了汤米的提议 并给了汤米一句忠告 与此同时 塞邦在芝加哥的负责人塔蒂 得知货被抢后也从纽约飞了回来 时间很快到了晚上 汤米孤身一人约见了塔蒂 并将丽蒂亚抢的货还给了他 汤米把事情都扛了下来 希望这件事能一笔勾销 但汤米和塞帮的恩怨实在太深 塔蒂也不准备放汤米一马 塔蒂见汤米这么不适去 直接表示 来人正是弗林家的维克托 汤米也成功解决掉塔蒂 之前提到过 汤米曾经撮合过黑人帮与弗林家族合作 可由于老沃尔特看不上黑人帮 所以导致这场交易谈崩了 可一心想要做大做强的维克托 却被这父亲找到汤米和戴蒙德 更是直接表达了想合作的想法 但弗林家族可不止他想要和汤米合作 利贝卡再次找上汤米 并拿出自己做的顶级货涂抹在嘴上 紧接着 第二天 醒过来的汤米告诉利亚娜 这东西可比面粉爽一万倍 汤米遇见这款产品以后 绝对是取代面粉的存在 于是让利亚娜尝试一下能不能做出来 此时的汤米还不知道一场更大的麻烦 正在等待着 男人一枪崩了对自己不敬的小弟 由于汤米和维克托联手 做掉了塞邦在芝加哥地区的负责人塔蒂 得知消息的塞邦老大怒不可乐 紧接着 尼尔就对汤米下达了追杀的命令 而此时的维克托已然成了五大狼 因为自己的女友正在跟汤米做实验 接下来的画面不太好看 我就先替大家欣赏了 当然做完实验的汤米也没有忘记证实 他找到黑人帮的戴蒙德 准备联合双方势力 一举拿下塞尔维亚人的地盘 吨定调塞邦在芝加哥的销售渠道 一起扩大地盘 即便是女友和汤米做了实验 但在巨大利益的面前 维克托自然没有拒绝的理由 随即几人召集各自的手下准备开战 镜头一转 塞邦组织的外围据点 一位大哥看着空手而来的小弟十分分 下一秒 汤米几人轻松解决了赛邦成员 原来是有之落网之鱼 由于几人的疏忽大意维克托的兄弟凉了 没办法 因为还有任务在身 维克托也只能弃他而去 而此时塞邦的大本营领 几个卡了蜜还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下一秒 塞邦的顽强作战能力超乎汤米几人的意料 并且他们严重低估了塞邦大本营的人 眼看抵我实力差距悬殊 戴蒙德让弟弟杰纳德突袭二楼 然而在突袭的过程中 杰纳德也失去了他的好兄弟 一番大战之后 汤米几人也将剩下的塞邦成员清理干净 只不过汤米并没有看到米尔的身影 还没等汤米反应过来 他便接到了利亚娜打过来的电话 而打电话的人正是米尔 原来就在汤米袭击塞邦总部的前几个小时 愤怒的米尔抓住了利亚娜 并威胁他把汤米的位置说出来 当然利亚娜也没有出卖汤米 而此时米尔得知了自己被汤米偷了家 便打给汤米威胁他跟自己见一面 否则自己就先干掉利亚娜 汤米自然不会放任利亚娜不管 可维克托和戴蒙德却有了想法 毕竟现在他们的目的已经达成 并且双方人员还各有损失 既然利益已经达到 他们也就没有再冒险的必要 汤米健壮也不好再说什么 毕竟现在这个社会是利益智商 没办法为了救出利亚娜 汤米只身一人前往会面地点 与米尔进行谈判 米尔也做好了让汤米消失的准备 可就在这时 一位神秘人的出现吓跑了米尔怎么呢 汤米和利亚娜也成功脱险 至于那位神秘人也不是别人 正是戴蒙德的弟弟杰纳德 但他不是为了救汤米 而是为了替自己的好兄弟报仇 第二天 众人又聚到了一起 尽管这次双方都有核心成员的损失 但好在还是把塞邦在芝加哥的势力连根拔起 然而让汤米没有想到的是 维克托和戴蒙德都有了各自的想法 由于汤米孤身一人没有任何势力 阿达决定替汤米出局 解散联盟不再合作 当然作为损失 他们会对汤米进行一些赔偿 汤米也表示理解两人的做法 回到家的汤米则带着全部家当 哥弗林家族的利贝卡 开始经营咖啡粉的生意 可就在这一切都进入正轨之时 维克托和女友散步时却遭到了袭击 这个老头孤身一人 找上了袭击自己儿子的杀手 沃尔特警告了塞邦成员 并让他们带话给米尔 因为维克托被袭击后 知道这是塞邦报复的他 找上了自己的父亲 说出了自己和汤米等人所做的一切 老沃尔特很生气 但儿子惹了事又不能不管 所以他处决了塞邦的杀手 跟塞邦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但他不知道的是 这会招来塞邦更凶残的报复 与此同时 汤米因为咖啡粉的生意 生活也算过得有声有色 而这天 老沃尔特突然找上了汤米 并劝说汤米加入弗林家族的阵营 汤米笑了笑直接拒绝了沃尔特的邀请 但他却从沃尔特嘴里合知了一个消息 沃尔特准备除掉维克托的女友利亚 由于肤色的原因 沃尔特决不允许一个黑人 来当弗林家族的少奶奶 得到消息的汤米找到维克托 将沃尔特要干掉丽亚的事情说了出来 毕竟汤米和丽亚曾经有过一段 汤米给了维克托一把车钥匙 让他带着丽亚从小路赶紧走 但维克托还是怀疑汤米的话 并没有用汤米准备的车 而是自己带着丽亚上了高速 可就在这时 汤米凍 ani? 你都 commissions了 성廉云 画面一转 得知消息的沃尔特来到医院 然而沃尔特却把过错都怪在了汤米的头上 让维克托相信汤米和塞尔维亚人是同伙 让原本叛逆的儿子重新回到了自己身边 殊不知这一切正是沃尔特的算计 不久后 汤米就接到了维克托打来的电话 莫名其妙的就开战了 而沃尔特也是铁了心要除掉汤米 他不惜从自己的老家调来了爱尔兰F4 准备封锁整个芝加哥干掉汤米 不过这汤米也不是吃素的 他第一时间找到了塞邦的老大米尔 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 汤米利用手里的生意外加200万现金 换来米尔的帮助 准备与整个弗林家族决一死战 然而这第一战就在汤米的实验室开始了 根据内线的通知 汤米几人早已准备就绪 等待着前来围杀的爱尔兰F4 因为汤米等人提前设好陷阱 前来动手的爱尔兰人全部被消灭 只剩下领头的维克托逃了出来 沃尔特无奈只能将汤米的哥哥抓走 以此要挟汤米前来送死 与此同时 黑人帮的戴蒙德也遭到了自己弟弟的背叛 杰纳德趁机挑拨塞帮与汤米的关系 最终两人达成协议 如果杰纳德可以让弗林家族停战 米尔就停止对汤米的帮助 接着杰纳德找到沃尔特 经过一番鬼迷日演的说辞 为了除掉汤米 沃尔特答应了他的请求 另一边 汤米也找上被篡位的戴蒙德 因为弟弟的背叛两人重新达成了合作 镜头一转 戴蒙德挟持着汤米来到了现场 想要假装交易换来背叛自己的弟弟 但杰纳德可不会坐以待地 戴蒙德看着逃跑的杰纳德 直接追了上去抓到了他 可心软的戴蒙德并没有对他下手 最终两人平分了地盘分道扬镳 而维克托则是上去跟汤米拼命 可却被汤米直接反制 而此时沃尔特等人的后方 利亚娜突然出现 逐一消灭了弗林家族的打手 可却被利贝卡发现了位置 一枪击中了胸口 僵持之下 维克托也终于知道了利亚死亡的真相 一切也就这样结束了 汤米没死 沃尔特也没死 只有利亚娜你们合范 因为这件事 戴蒙德和汤米也达成了合作 而在祭奠完利亚娜后 汤米则立下了誓言 第一季到此结束 我是带你看美剧的一幕 点个关注我们下期再见